哇 這個是什麼啊 AirPods Pro 開箱 全新的啊 這個太太入手 這個 我還加S啊 複數耶 等一下看這個小次有什麼 Wireless Charging Case 小是 有3物圓圓的 2塊 嗯 對 什麼 黃老師開箱,跟其他人開箱不一樣 我是科普工作研究者 基於站在太太不要亂買的立場 我會徹底的研究他,看看他值得不值得買 看一下這個正面,都還沒開,有上這個膠膜 原來是長這樣 還有一個殼啊 這個是在2020年1月開賣 現在7月快就買這個東西了 原來從這邊開 好,那我就好好來研究你 看看你值不值得買這個AirPods Pro 如果買來很不OK 我就用這個開箱文好好吐槽你一下 首先現在看外殼 一開始都有上一些膠膜 摸起來 質感還OK 短短,這個還立體印刷喔 好,有你的 我背面長這樣 生產年限2020 好 你沒有買到假冒品 可以 這裡看一下,輸入是伏特1安培 好 我來找你的缺點 這是什麼 還有日本製造 好 這是哪一國製造 我來看看 本公司是美國授權製造 進口商 在哪邊製造 我的學生是有買啊 買了聽說什麼什麼降噪啊 我聽了好像有點酷酷的喔 打開垃圾放旁邊 來,我看一下 這個怎麼開 從這裡開 好 來,我開 它和這個 這座還蠻挺硬的喔 我來看一下 喔 賣的還挺貴的喔 真的是這個 以前 它還有一個版本叫AirPods 沒有Pro 設計 在California 好 裡面是什麼啊 這紙打開 好 吐槽一下 這個是 三份啊 三份是什麼 三份這個 一份這個 AirPods Pro 這是什麼 應該是簡單的說明書 我這個字很小 要戴老花眼鏡才能看 二 缺點 一 不過設計看起來是很漂亮啦 這是一種折頁 我放旁邊 好 那這個三張 三份是什麼 我讓我看一下 這是什麼 AirPods Pro Safety and Handling Important Safety Information OK 重要的 這都是英文 呵 還有中文喔 安全性與處理 一些重要的一些指示 好 這個有空研究 搞不好會爆炸 這個是什麼 製造 日本製喔 一年限定保證 好 翻過來 這看起來是保證的一些說明 保證書 放旁邊 那這個是什麼玩意兒 Regulatory Compliance Information OK Name Check 這是什麼 FCC規範 好 沒關係 這個有空我慢慢研究 再來這個打開 哇 還有師母的英文名字喔 你會不會做得太誇張啊 還有購買人的名字 這個好 有你的 你蘋果做這個行銷 做到這樣 這個打開是 好像包尿布一樣 對啊 真的很像尿布 你看 像不像尿布 腳 腳 尿布 放旁邊 好 不會吧 等一下 等一下 我還以為你這個印刷字 是印在這個紙上面 你是印在 這個盒子上面 充電盒上面 外型全白 喔 這充電盒 好好有你的 喔 打開 等一下 這個有磁性喔 喔 所以這樣不會掉出來這樣 好 下面有一個 充電孔 所以那個AirPods Pro 就放裡面 兩個短短的 喔 長這樣 這裡有一個R Right 右耳 長這樣子 還有這個喔 這金屬 也不是一圈的 是 兩側的這種金屬 這裡還有設計一個 平面 還導圓角 好 真的是有你的 你這樣 設計 等一下等一下 我這樣放進去也有磁性喔 你看喔 這樣也掉不出來 好好好 難怪你做一個金屬在這邊 我現在知道了 你有磁鐵的設計 這樣使用者才不會掉出來 好 有你的 很細心 Left 左耳 等一下 這還有小字耶 哇 真的是考驗人的眼力耶 這小字是什麼 給鏡頭看一下 我要用放大鏡去看 這小字應該是貼貼紙吧 我猜 等一下 咦 這不是喔 這不是貼貼紙耶 摳不起來耶 好像有點像是印刷上去的 但是有凹凸不平的感覺 好 就是這樣子 讓 年輕人都買他的產品 等一下背面還有字啊 OK 好 在 加州的Apple設計的 這個是金屬吧 我是金屬 好 你的外殼是這樣 那我看看裡面是什麼東西 那我看看裡面是什麼東西 生起來是一個殼 放旁邊 這裡是 充電線吧 充電線 對 這裡 咦 這是那個 接手機的頭嗎 等一下喔 慢慢研究一下喔 充電線 好 綁得很好 放這邊 要好好吐槽一下 等一下這是什麼玩意兒 喔 耳塞喔 不同的耳塞 不同的耳塞 那我就先不拿啦 耳塞放這 沒了吧 可 沒了 可就是這樣 好 接下來我好好研究你這個Pro 比AirPods 多一個Pro 按到底你外型跟人家什麼不一樣 憑什麼賣的比別人高啊 真的是 應該AirPods也會這樣造啊 是不是 看一下外型不一樣 好 大概知道為什麼了